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胡清醒过来 抓住张作霖的手 凶呀 我长这么大 没吃过这亏 于义这小子 忘恩负义 是个狼崽子 你得给我报仇 呵呵呵 张作霖咬牙呀 大哥 您就是我 我就是你 他不是打你个人 他是打的咱们赵建廟 打的我张作霖 您放心 这口气咱是非出不可 集合队伍 张作霖火冒三杂 专行命令 可是孙烈臣几个人比较老练 拉住张作霖就问 队长 你要干什么 我要跟鱼翼火冒 攻打他 炮子狗 我说 兄弟啊 你头脑冷静冷静 行不行 大哥 求你了 不可意气用事了 你比我们都聪明 我服你 但你真这么干 我可就不服你了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哪能头脑一发热 这就玩命了 大家苦劝 张作霖这火才消了一半 他把孙健两个人叫过来 因为这两个人倒反九之手 救了汤二虎 不仅是恩人 而且张作霖又增加了两条板子 知道他们俩是好人 又是从炮子狗来的 最了解内情 所以张作霖要详细的问问 你们哥俩坐下 是 两个人拉凳子坐下来 张作霖详细询问 你们弟兄听着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要给我汤德哥出这口气 要想找九之手鱼翼清算这笔账 根据我的实力 你看这账能打到什么程度 队长 您的意思 要活聘鱼翼 对 这不好说 说吧 怎么想的 怎么说 但要说实话 队长 您是个想象人 我们不怕您生气 就凭您这点力量 这点人马 恐怕 都能如意 从人数上比较 俞翼手下 一千多人 您才几百人 二一个 俞翼背后 有日本人撑腰 比如说 真打击了 日本人 一定介绍 倘若他们要插了手 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 队长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咱们把这茬记住 早晚能有机会 现在 不行 张作霖 扁了扁头 孙烈臣说怎么样 兄长 忍了吧 当然这字 不好受 哥哥跟你一样 但是将来 会有机会 好 隔着他 就放着我的 肠杆级 没有遇不上 清静的时候 迟早 要清算这些伤 这事就压下了 张作霖 让孙烈臣 请来 妙手神医 给汤玉林 治伤 这二胡啊 皮操着厚 一样的伤 放在别人身上 就得趴半个月 放在他身上 两天就好 你看这么重的伤 经过信心的调治 精心的照料 没到一个月 二胡好了 活蹦烂跳 是福就如初 只是闷到心里这口气 他出不来 正在这天 哥几个坐到保险队 对部 商议怎么做买卖 扩大地盘的事 外面是一马飞来 到了保险队门前 骑马的主 水凳跳起坐骑 大不流星 就进了屋了 众人抬头一战谁啊 田大丫头 他无可乐的 我媳妇真行爱 大概知道我受伤了 风是风 火是火的 看我来的 结果他猜错了 田大丫头 没理他那个茶 直奔张作霖 队长 大事不好了 张作霖这脑子 嗡了一声 眼前都发黑 什么原因 田大丫头 田小凤 主谱二人 保着张作霖的家眷 赶奔锦西小领子 去偷张作相 你说冷不丁的 田大丫头回来了 一说大事不好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 老娘 媳妇 女儿 一大家人 张作霖是豁然站起来 大姐 别着急 究竟出了什么事 哎 要小事 我能给你送信了吗 你那本家的哥哥张作相 被押到锦州 北山监狱 定成死罪了 你要不去答救 恐怕这人 就交代了 张作霖 文明此言是大惊失色 他 我也过来了 我说你慢慢说行不行 为什么呢 都都把我弄糊涂了 来来来来 喝完水 田大丫头坐下 一五一十 把事情讲述了一遍 为什么 咱得详细交代交代 张作霖 把家属尾缩给田小凤 和田大丫头 人家这主仆 全心全意 一直把他们 护送到小领子 见着张作相 张作相呢 是小领子管辖区 保险队的队长 这个人既认亲人也好 热情款待 对待张作霖 的娘 就向自己的亲娘相似 这可兹不必说 那么张作相 何许人也 张作相啊 是个瓦匠出身 他父亲 就会这种手艺 名叫张电辰 那在锦西一带 颇有名气啊 人家都管的叫活炉班 一样的手艺 可人家做出这活的 与众不同 这张电辰呢 领着五十多人 在四百包公 他这五十多人当中啊 有瓦匠 有木匠 有石匠 有标科匠 哎呀 人才济界 什么大伙都能承包 数年来 转战南北 修的那个庙宇 房屋 那就辅不清 就这样 张电辰 治的是家称人之 房子地全治上 七台子路 跟着他这些人 哎 家里过的也都不错 而偏暗 这时候 撩东大乱 大鼻子 小鼻子 纷纷插手 他也强 他也多 连年征战 在家上水 汗 不收 老百姓苦不可言了 各地纷纷成立保险队 那么小领子也不例外 大家就公推张作相 为保险队的队长 保尽安民 张作相是张电辰 唯一的儿子 老头也愿意 说作相 既然相亲 相信你 你就出任队长吧 张作相是个孝子 就这样 走马上任 保险队也成立了 人现成的 原来这包工队 全都是保险队的队员 另外又招了些年轻人 枪怎么办 那年头啊 对武器管理的不上 这个枪支随处可见 有钱的人家都养几颗枪 另外你要有钱 就到了大城市 洋行里头 也可以买枪护身 再加上帝国主义 没安好心 偷运军火 这枪支哪对 有钱好办事 保险队买了十颗枪 剩下的都是老洋炮 大抬杆 大刀 长矛 土造的手雷 不管怎么说 张作相上任之后啊 在他这一亩三分地 真就没发生过事 人们都说 这保险队是真保险啊 有胡子来抢东西 那保险队一出队 胡子就吓跑了 丢了东西还能找回来 就这样 就这样张作相就小有名气 加之他这地方偏僻 他不像八角台啊 高驼子 撒领子 赵景妙 他不像这儿 所以张作相可以平安地 混过了很多年 自从他当了保险队队长之后 耍光杆 耍光杆 司令不行 得有左膀右臂 后来他听说 有一个小伙子 叫张凯 人送戳号 小老虎 也不谁说的 这张凯 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 学过拳脚 这小伙子胆还大 武功还高 就这样张作相 把他请到保险队 三言两语 达成协议 张凯也加入保险队 算无数教习 哎你别说 这小伙子还真称职 的确有两下子 长拳短打 马上步下 无一不惊 另外 对这冒烟的家伙 也挺精通 要说百发百中 那有点过分 一般来说 果儿还比较值 哎呀张作相非常高兴 谁说光有五的了 没闻的也不行 就这闻的不太好找 那个年头啊 大多数都是文盲 念书的人啊 是有 但是不多 要不什么举人 秀才就那么吃香了 在全国来比较 那是屈之可数啊 就找个耍笔杆的 很难如愿 说这话是前几年了 张作相没事到街上溜达 就在他们小领子不远 有一家灰民的饭馆 叫奔山仙 羊汤烧麦 肉火勺 人家是一觉呀 张作相没事就上这吃饭来 可是最近几天张作相突然发现 有个小伙子 浓眉大眼 经常到这回民饭馆来 一来吧 掌柜的跟他打招呼 来啊 来啊 坐坐 稍后片刻 现在记着你先坐 你等等啊 张作相没事 往个厨房一看 皮也薄 馅也大 先给他烙这火勺 这十个火勺烙的 比在外边卖的 要大一号 趁热给包好了 递到这小伙手里的 马好啊 走了 哎走了 明日给我还来 就这种事 遇上不是一回 张作相跟这饭馆的掌柜的老金 那都熟了啊 老闲客就问 我进掌柜 偏偏来买火勺 那小伙 他说干什么呢 我看你们对他不错呀 同样都是火勺 卖给他那个 个儿又大 馅又多呀 啊 队长 你还不知道呢 这小伙姓牧 叫牧怀义 牧大小组子 您是忙 没太注意 他住的孤家子 要提起孤家子 牧的孝子 无人不知啊 小伙我可人意了 我这么跟你说 当今这年月 孝子不多 他们家是种地的出身 他父亲胆小 怕打雷 要一下雨 一打雷 他爹没处躲 没处藏 这木回忆 就趴他爹身上 用手堵他爹的耳头 说起来好像是笑话 他爹死了之后 埋到孤家子边上 有时候打雷下雨 他冒着雨 跑到爹坟头去 趴到坟头上 保护他爹 听起来好像是傻子 实质上可见他的笑信 另外呢 他母亲染病在床 日子过得也不富裕 这不是吗 他偏偏到我这饭馆 给他娘买肉火勺 功臣孝子 人人静 宁党奸贼 留骂名啊 对这种人 咱就得特殊照顾 哦 张作相这才平民 这小伙念过书吗 啊 好文笔啊 画画 写对联 样样都行啊 算盘打就切了哗啦 小杖可清楚了 是啊 哼 张作相一想 我正发愁 找不着耍笔杆的你 闹了半天 我眼皮底下就有 吃完饭 你们俩人 到了姑家子 找到沐怀一的家里头 推门进去一看 哎呀 日子过得的确是不怎么样 老太太 病倒带床 沐怀一 正替着娘熬药的 张作相进来 自爆了姓名 误怀一傻了 不知道什么事 后来张作相说 你别害怕 咱本乡本土的 我是小领子的 我叫张作相 我今儿找你来 没别的事 听说你家境挺贫寒 我打算拉你一把 这么办 保险队用人 你跟着我干吧 到那五个名字 每月开四两文银 你家里有困难 我全包下了 你看怎么样 哎呀 沐怀一一拼 感恩非浅 他说 保险队都是度五八超的 我不行 哎 你会刷笔杆就行 枪杆笔杆同样重要 就这样 沐怀一跟他娘一商议 老太太同意了 沐怀一 就是小领子 保险队的文案 文案就是秘书 但是张作相对他来说 特别照顾 这小伙心也好 自从到了保险队之后 是上河下沐 手脚也勤快 为人也和蔼 您说什么样的人 不喜欢这样勤快的 你呢有点什么事 一求他 沐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写点声 脱了 马上就写 沐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办点声 行 现在就办 所以大家才拥护他 张作相也把他看成宝贝 半年之后的一天 沐怀一有点反常 一大嘴炸 没整理 趴到桌子上 只掉眼泪 张作相有点纳闷 怀疑啊 你怎么了 莫非谁欺负你了 你把你肚子里的话得对我说 要拿我当队长 当哥们 你可不能窝到心里 沐怀一说 我没法说 我说了也没用 不一定 说说大伙听听 天下人管天下事 沐怀一掉的眼泪这才说了 那了半天呢 他早就定了亲了 他的媳妇 是锦州城里火神庙厚街的人 老丈人 叫马洪图 未婚妻 叫马学慧 原来的时候 沐怀一的爹 那也是个老秀才 笔杆子上也挺有 两家处的不错 定的是娃娃亲 本来该结婚了 可是呢 沐怀一的父亲死了 家境又不好 人家那头贤贫爱妇就想退婚 前些日子 马洪图派人给烧了个信 说你要想娶我女儿 可以 有三个条件 第一 起码你得有三间房 第二 得有师母地 第三 你得有足够一百两年 的定亲钱 三者缺一不可 我就给你十天时间 到了十天 三个条件 不能答复 我女儿要另聘 你说这事怎么办 所以呢 沐怀一超点 天天飙眼泪 婚姻大事 非从儿戏 这三个条件 一样也做不到 张作相跟张作霖 差不多少 那也是狭肝欲胆 见义勇为的人 屏幕怀疑说完了 就这么点事 你早说 这算得了什么呢 咱保险队这么多人 八十来号 有钱的人家 咱也认得几家 大伙一使劲 就给你凑齐了 不必发愁 你听听 两天 我就给你全都办到 张作相一晃 膀子 这点事算什么 房子给腾三千 地给买十亩 二十亩也能买不起 一百两银子 没费劲 操齐了 木怀疑 尤其 恩公啊 我说点什么好 别谢谢我 这算不得什么 另外你这门亲事的事 包到我身上 你要默不开说 我上景州去他 见见你的魏国门卿妻子 再见见你的老丈人 我把事跟他交代清楚了 定个日子 都老大不晓得了 赶紧完婚 慕怀疑千万万谢 就这样张作相 别了把短枪 一个人赶奔锦州 他把事看见他了 到了锦州火神庙后街 找到老马去 老马头真在家呢 一看面前来了个小伙子 长得大方脸 浓眉毛大眼睛 虎头虎脑的 衣着打扮 也挺绅士 外边还有匹马 他就一愣 找谁啊 街费医生 老马就住这儿 我们家就姓马 有位马红图 马老先生 在家吗 我就是 我就是拜望您来的 那好吧 有话屋说去 让到屋 把马屁也拉到院了 张作相一看 养老马去 混得不错呀 十几间房子 大院趟 东西厢房 前后院 使奴换备 老头穿愁裹段 一看 这人就不怎么地 什么原因 对人非常冷落 嘴角往下搭了 张作相 暴通了明星 我是锦西小领子的 我叫张作相 我为我朋友 莫怀疑的亲事而来 你认得怀疑 不但认得 我们还在一起共治 你为他什么事 您呢 不是派人给他烧个话吗 要求三个条件吗 三个条件 全办到了 今儿我给你烧了一百两银子 这是定亲的钱 另外房子地都治好了 不信 您来亲自去看看 另外我想问问您 什么时候 完婚合适 哦 怎么回事 你叫什么名 张作相 我说朋友 你不必操心了 我女儿 也已另聘了 哎 这不对 你不说给十天时间 现在没有预期 你怎么自食其言呢 哈哈哈哈 我的姑娘 我乐意把她给谁 就给谁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三个条件 做到了 我也不同意 来人 送客 往代 用脸 那张作相 也是我帽子的脾气 你看这老东西 太不像话 今天我得狠狠地 教训她一顿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 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